入球首波冷氣團的影響 果然今天有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冷 冷對不對 但是現在外頭 陽光露臉 陽光燦爛 太陽底下大家感受又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因為這一波冷氣團 是屬於乾冷的冷氣團 台灣上頭幾乎沒有什麼雲 可是乍看之下 你覺得沒有什麼雲 現在可是東西大不同 我們從真實色的衛星雲圖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事實上現在東半部雲 為什麼東半部雲多 不是乾冷的冷氣團嗎 沒錯 是乾冷的冷空氣 可是台灣海面這邊 東半部海面是黑潮 黑潮海水的溫度是比較偏暖的 所以冷暖交會的情況之下 雖然不至於下雨 但是雲就多了 從昨天到今天 東半部雲都很多 今天頂多偶爾東半部偶爾透一點光 但是你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區 晴朗得不得了 可是溫度上就是因為晴朗很容易出現 輻射冷卻的效應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當中 就進一步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冷氣團 這冷高壓範圍相當的大 而且冷空氣是一波接著一波接續下來 今天清晨受到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今天最低溫 清晨的最低溫應該這麼說 是一個在苗栗的大河來到了8.4度 然後人工側散 苗栗的後龍來到了11.3度 那麼因此要特別提醒 今天都還不是最冷的時候 最冷冷在明天清晨 整個冷氣團要影響到 禮拜六的清晨 所以從溫度曲線當中 我們就更進一步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事實上因為是乾冷 所以這個溫差變化就很大 整個溫度曲線高高低低 但是您可以看到最低的溫度 是落在禮拜五到禮拜六的清晨 因為以北部來說明天清晨最冷 因為低溫將會下灘11到12度 台北目前氣象所預報 明天清晨的低溫是11度 但是並不會提升為強烈冷氣團 最主要是因為它都是 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加發這個低溫特報 那麼中南部要注意了 目前中南部最低溫 會落在禮拜五跟禮拜六的清晨 那麼看起來最低溫 也有機會下灘12到14度左右 所以尤其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冷是冷在早晚 所以特別是年長者 心血管疾病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特別注意這種溫差大的變化 禮拜六禮拜天事實上 禮拜六白天之後冷空氣就減弱了 高溫的曲線會更明顯的回升 但是早晚都還是屬於冷的狀態 所以還是要多注意 以今天的高溫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也趕快來看看囉 今天高溫區間 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九十八到二十度 中部的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度 南部高溫區間 還可以來到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那麼東半部的高溫區間 差不多是在二十到二十三度左右 所以最後淑莉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囉 如果是待會要出門的觀眾朋友 第一個 陈夜寒冷 所以洋蔥式傳遺法很重要 尤其家中年長者 心血管疾病觀眾朋友 再次提醒多加小心 那麼因為空氣很乾燥 所以保濕很重要 台北風大概今天 還是會有五到六級強陣風 所以出門活動還是多加注意 各位觀眾朋友 有冷的很有感 果然入秋 第一波冷氣團 事實上淑莉要告訴大家 如果跟韓國相比 真的台灣不算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冷高壓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主力都到哪裡 都到了首爾 到了日本 您可以看到首爾今天清晨 最低溫降下了零下-4度 而且從新聞當中 大家也看到都是大暴雪 一個出雪就遇見了百年 難得一見的大暴雪 當然除了有造成很多災情 然後交通混亂 你可以看到 在往台灣這邊的方向來說 其實冷空氣是明顯減弱了不少 因為像台北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差不多來到了14度左右 那麼另外我們在Focus到台灣這邊 我們也同樣用真實色的衛星雲圖 也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因為整個冷空氣一下來 大家剛剛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覺得說 這個冷空氣碰上了陽面之後 暖空氣之後 所產生的都是雲階 你可以看到在台灣 這是目前真實色的衛星雲圖 然後在這上面一點一點的 這個就是雲階 整個強大的冷空氣 遇上了暖暖的陽面 冷暖交匯的情況之下 水氣又少 可是還是零結 沒有下雨 那零結的就是雲 而且雲都是這樣 一顆一顆一粒一粒的 這個就叫做雲階 然後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台灣 現在的台灣可以說是 東西大不同 因為整個西半部地區晴冷的不得了 外面陽光普照 可是東半部這邊雲就很多 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冷空氣下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雲特別的多 這些雲是從哪來的 為什麼會這麼多 其實台灣東邊就有個黑潮 黑潮的話這個溫度 當然海水的溫度就又更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冷空氣遇上了黑潮 所以雲就多起來了 影響到東半部的天氣 變成看不見頭你知道嗎 不過今天偶爾在東半部 是可以透點光 那麼西半部就是因為太過晴朗 輻射冷卻效應就非常的明顯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一個在苗栗大河8.4度 人工側在苗栗後龍降到11.3度 沒錯 剛剛文華講的 今天還不是最低的 我們從溫度曲線當中 地面天氣圖就要來告訴您 這一波強大的冷空氣 你可以看到整個冷高壓 非常範圍非常的大 到了台灣這邊冷空氣 一波接著一波 所以事實上這影響要影響到 禮拜六的清晨 最冷冷在什麼時候 冷在明天的清晨 那最低溫可以下探幾度呢 我們就從溫度曲線圖 要來告訴大家了 從溫度曲線圖您就可以發現 事實上呢 今天這個溫度已經 台北下探到14度了 好 明天來說的話呢 更低 因為明天輻射冷卻的效應 會更明顯 冷空氣也會比今天再強 那麼因此最低溫 可以來到11到12度 但是呢 會不會氣象鼠 把它升格為強烈冷氣團 目前呢沒有這個想法 最主要呢 認為是因為這主要 都是因為輻射冷卻效應 所帶下來的影響 所以呢 這個極端呢 這個低溫 都是時間很短暫 太陽出來之後 溫度立刻就回升了 所以呢 目前來看的話 這一波的最低溫 北部下探是1到12度 沿海空曠地區 將會是在10度以下 而且明天冷的範圍更擴大 甚至不排除擴大到中南部 所以中部以北的沿海 都要注意 小心會有10度以下的低溫 那麼呢 目前來看的話呢 冷空氣一直到禮拜六的清晨 禮拜六的白天 事實上就減弱下來 高溫會再更回升上去 但是因為輻射冷卻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早跟晚都還是相當冷的 至少呢 也都會有13到14度的低溫 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啊 觀眾朋友要多注意 除了北部會下探11到12度之外呢 中南部的明天也要注意啊 目前看起來啊 低溫也都有12到14度喔 所以呢冷不冷很冷 可是呢 日夜溫差至少都會差個10到12度 因為中南部明天的溫差 高溫都還有22到24度之間 因此無論如何就提醒觀眾朋友 這一波來看的話是乾冷 所以呢穿脫要非常方便 千萬不要穿了很多又脫不方便 中午就會覺得太過熱了